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马英九韩国瑜支持的柯文哲 而且赵商出来喊说 还是要保持国民党有阻隔 那显然就是侯友宜要当副的 才会要要求阻隔权 因为如果侯友宜是正了 那就没有什么阻隔权好讨论 因为正位的这个一把手 他肯定是可以控制所有的内阁名单的 那么结果翻过来 看起来侯友宜民调竟然是会赢 而柯文哲又说他要走 那么这时候大家就说 那原来支持侯友宜那个力量还真大 为什么呢 那个王金平高宇人 那家朱立伦侯友宜 这一组人居然反败为胜 而且前面是一路的被压着打 居然在两边说话合作以后 瞬间也不就只有十几个小时 或者二十几个小时 几乎就翻盘了 那这个事情呢 柯文哲居然嘴巴全被贴住了 而且悄然而退 似乎他几乎就等同于是半个 要退出正台的味道了 您觉得这里面的关键变化 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有如此戏剧性呢 而马英九跟韩国瑜这一组呢 又为什么会周旋失败于 相对于王金平和高宇人 朱立伦这一组呢 您的看法 这里面我想起了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害了亲亲性命 谁 首先是柯文哲 柯文哲一直利用南白河的这样一个谈 来为自己争取曝光 争取最好的这个筹码 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左右大局的一个关键人物 这么一个应该说在选举的策略 到这个前几天为止 应该说他是最大的得益者 所以说他机关算尽 但是最后却因为传说中的一份黑材料 最后他被被迫要答应 蓝银提出来的蓝白河的条件 这就是最终因为机关算尽 那么好了 本来蓝白河那就合吧 大家就合吧 大家也看了准备 马上就要通过民调来确定正负 而且大家心里有数 那应该就是给柯文哲给他一个正位 然后国民党拿到一个实权 所谓阻隔权等等等等 先把民进党下架了再说吧 是吧 大家都这么说 现在最新的情况传出来是 朱立伦 侯友宜 包括其他的这个 所谓国民党的主流派的这些人 通过民调的运作 要把柯文哲放到负的位置上 负位的这个候选人的位置上 那柯文哲就 那就一无所有了 在这次的游戏里面 他最终将一无所有 所以呢 您看到的就是 可以说马英九本来是推动这次 达成蓝白河的一个最重要的 最关键时候 据说他这个出来 达一个什么全民调啊等等等等 最终推动达成 但是呢 毕竟党的机器是朱立伦在控制 民调啊这些运作 那不是马英九啊 韩国瑜他们在操控 因为他们本人两个人 没有办法掌控党的机器 而这次的这个 要决定民调的 是要由党来决定的 OK 那好了 现在如果说他们运作以后 柯文哲就变成一个 负的候选人的话 那马英九也是 应该说 爱莫能助 他也只能说 那我也没有爸爸 现在就到了这个场子 推动蓝白盒的人最终 也是只能摇头叹气 他也没有爸爸 好那现在这个局面啊 就变成主要是赖清德 跟侯友宜 两个人反正是一定会选下去 又回到对决 对 那么只是不知道 赖清德跟侯友宜的副手是谁 那么如果主要 就是这两个人一对一的话 您认为赖清德的获选率高 还是侯友宜的获选率高呢 您的看法 我们实施求是讲 如果最后形成赖侯对决 就是蓝绿对决的情况 根据现在目前的民意的这个调查 赖仍然是高一筹的 赖会高一筹 但从基本盘来讲 三成多的这个绿营的基本盘 一直从开始的这个民调 到现在一直是稳定的 最多曾经达到四 但是没有上去 那就在三成级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侯一直到现在为止 没有全部的把蓝营的基本盘 给抛出来 到现在为止 我们民调看 他没有去到那个蓝营基本盘 其他蓝营基本盘在什么说 有三成吧 在这个三成的这个基本盘 没有全部回到 侯友宜的这个名下来 这里面有什么呢 因为侯友宜个人缺乏魅力 在党内本身 他就缺乏说服力 所以党内本身有一个 所谓的本土派 也有所谓的蓝营的一些 所谓的战斗篮 这些战斗篮本身就看不起 侯友宜 而地方的这些 地方的各个山头呢 又有自己的盘算 不听朱立伦的这个指挥 因此蓝营本身内部 具有一个凝聚力的问题 而绿营本身的凝聚力 相对来都比较稳定 尽管我们知道 我们过去跟欧教授也聊过 这个绿营本身 他也有内部的分裂 包括新潮流 德罪的一些范绿等等 但是绿营有一个特点 一到了最后投票的时候呢 他们会把内部的纷争就放下来 他们就共同堆完 所以他要把绿营的基本盘 给抠出来 应该说相对比蓝营要大一些 另外中间的这些大批的 中间选民啊 因为如果说柯文哲他不选 或者柯文哲作为副手 去参选的话 蓝营的副手参选的话 他们这些副 这个中间选民 支持柯文哲这些中间选民呢 可能就选择不同 可能选择不同 因为他们心目中 并不是赖 也不是猴 那么如果他们对决 他们可能选择不同 这样的话 从牌面上来看 那赖的营运还是要高一些 或者是我们知道啊 在这个历次的民意调查 特别是在六月以后啊 也就是六七八九十十一 所有的民意调查的显示啊 过去看起来 猴友宜的民调呢 都是介于百分之十七到百分之二十六 不过那是在有三组人以上的选举情况 不过呢 他始终确实没有超过百分之二十六 而赖清德呢 也是在三组人情况以上呢 他是民调一直在百分之三十六到百分之二十九之间 那么我们也知道绿营的铁票呢 恐怕会有五百五十万票 而蓝营也要极度下降的情况之下呢 也许四百万票都不一定保得住 您认为 如果绿营仍然五百五十万票的铁票 会尽速出荣的话 那么蓝营这边 他最不计的情况之下 会是大概多少万票的这个结果呢 我相信蓝营要拿到三十万以 三百万以上的票应该不难 如果对决那是不难的 但是要拿到超过五百万票 难度就必要高 对那如果拿不到五百万票的话 那就距离非常遥远了 这样一来 侯友宜的胜算就未必太高了 那么如果侯友宜再有一个郭台铭 出来跟他搅局的话 或者郭台铭努力在未来的两个月里面 用尽他的所有人脉 把他身上所有的资源 能撒在全台湾各个现实货 各个行政区 三百四十八个行政区 他把资源都给撒出了的话 您认为这个时候的侯友宜 还能够有四百五十万票吗 您的看法 这里面呢就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 郭台铭如果参选 柯文哲退选 郭台铭呢明显就是要来拖蓝营的 这样一个票 就要分爆蓝营的票 那么那一个情况就是 可能他原先的所谓五个percent的这个票呢 会回到郭台铭的这个名下 因为他这个打这个所谓的银弹政策 他可能就拿到五个percent的 但这五个percent是不是蓝营的 从蓝营那里拿这个未必 我想说的是未必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中间选民 这些中间选民的最终他们选择可能 要么他们选择放弃 我不投票了 要么他们选择找一个相对来说 没那么讨厌的人来投票 那么这些中间选民呢 我敢肯定的 这些中间选民他们不会投给郭台铭 因为中间选民对郭台铭肯定没有好感 因为这样一个富豪级的这个人呢 对于中间选民来讲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那么可能他就 可能从蓝营里面拿走了一些票以后 反而会吸引一些部分的中间选民呢 会同情和友谊 因为中间选民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太不喜欢民进党执政八年的这个情况 太不满意了 于是在没有可以选择的情况下 他们要么选择放弃 就是我不投票了 他们不会投给绿营 不会投给郭台铭 他们可能有一部分就会投给这个侯友谊 这就是两个方面的因素 不是郭台铭参选完全对侯友谊不利 但是呢我刚才分析到就是说 如果蓝绿对决 那么这个绿营 他的可能铁票效益的call出来的概率会高一些 反而蓝营这方面呢 侯友谊的因为要call 把这个蓝营的所有的人都整得起来 难度比较大 这是他的一个弱项 假如假如所有的最终蓝营的所有的 包括战斗兰 包括本土兰等等这些人 都能够拧起 凝成一股神 能够大家放下所有的基建 就像利云那样 放下一支对外的话 那么不是说没有机会 最终一决此凶 那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的 不能够把never say never 所以呢 可能最终也可能可以一决此凶 好的 好感谢郭总编为我们做的精彩点评 但愿这个天佑洪友谊 天佑国民党 看看国民党 能不能顺利过了这次的超级劫难 谢谢郭总编